键盘的正义达人 其实键盘的可以是 这个在键盘声 用手机伸张正义 可是你也可以用手机杀人 你又不知道你哪一句话 是鼓励到人哪一句话 是把他变成他最后的致命 对不对 其实还有一种叫做键盘杀人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很多遗憾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个是2018年发生在 韩国釜山的一位女的直播主 她在跟观众诉苦说 她跟丈夫离婚之后的痛苦心境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通过脸书 讨拍啊或者是情绪的 一个交流跟分享 结果呢她当时就说 她那时候痛苦到都想要死这样子 有个观众就嘲笑她 就说你就不敢死啊 你有本事你就死啊 还留言说那你就跳下去吧 结果呢她就真的在直播中 抱着她的狗打开窗户 从八楼的屋内往外面跳 伤众不致死亡 为什么要有这个留言 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 她开直播在表达脆弱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这老糟了看多了 有本事你就下去 你跳啊你跳啊 你这不敢跳 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就她真的跳的时候 你的心里是作何感想 我想我们都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你 其实大部分人会在网路上 然后表达自己想寻食的念头 它通常是一种希望是求救的讯息 我其实是希望这个时候有人可以阻止我 告诉我世界上美好的事情 让我放弃 可是也有一群人或许就是等着你 你到底敢不敢 然后我认为你不敢 你就不要在那边讲话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上 其实当有人开始这样子批判的时候 其实会引起其他人的效应的 那这个效应其实或许会激怒 会导致这一个原来已经非常脆弱 没有办法理性控制的人 他就会做了一个憾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 我就想说那个留言叫他 你就跳下去把的那个人 当知道这个人在他面前这样跳下去的时候 他心里是很爽吗 他到底有什么可以满足的 他为什么要留这种言 我可以讲一下 我想当然直播网路媒体 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兴的社交媒体 那所以这网路直播 也是这几年才有的社会现象 可是不管从古至今 就是所有自杀的人 通常都会发出警讯 就是说 当然就自杀的人来讲 有些人真的实意很坚决 常常顺雷不及掩耳 他立刻就绝处生命 旁边人都没办法预期 那更多的是 当他在遭受很大的痛苦的时候 他想自杀 可是他又没那么勇气 所以等于是做一半或者做不成功 因此就会反反复复 那当然如果我们周遭 也许我们家人或者朋友 有自杀的行为 通常对我们会是个压力 那当反反复复 我们就会不耐烦 甚至会误解 觉得你根本就是在假装嘛 你没有死意 没有很坚决 可是我们确实临床上 看到真的非常多 就是因为家人说 他没死啦 他特别这样 最后在亲呼之中 他就真的只结束生命 所以因此呢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种 不管网络直播或者是怎样 我们周遭如果有人发出 自杀讯号 他毫无疑问 就是一个求救的讯息 我想我们绝对不能亲呼 也不能嘲笑 也不能觉得他在讨拍 我想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你如果不能关心 不能认同 我觉得请你离开 对 你不要再 你可以离开嘛 你转掉就好了 滑掉就好了 但是你不要这个时候 成为压垮他的 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观众的心理是什么 其实那些观众的心理 有的不一定是在看好笑话 有时候是会觉得说 我用笑话的方式 用这样的角度方式 让你轻松一点 不要往那覆面去想 有些人是这么想 好笑 然后但是 但是我的经验就是说 因为我不是常常会有人 写信给我在脸书嘛 我都会先po出来 让大家去回信 结果发现了 有一阵子我发现说 哇那些回信的人都超狠的 因为呢 写信来给我 突然会跟我讲说 你可把我删掉吗 我也不用你回答了 我受不了这些人对我的那个 就是批判 因为那些人就是给他讲说 你那么脆弱 那么依赖人 然后你这样有这样子活该啊 你这样找死了 就是给他很大很大的刺激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 遇到这种情形 我以前就想说 我不要介入 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就是说 我要介入 因为这个是我po上来的地方 我这边平台的地方 我应该有只能告诉他们的就是说 大家就是给人家的回应 就是不要太刺激 不要太觉得自己认为对错的事情 人家有能力去承受 然后就会听懂就会愿意改 然后可能这个事情你还没有改 可能就被你喔 哇 刺激到可能会想不开喔 我就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要出来讲 那我现在问你就说 另外一个 这些来攻击的人 比如说你过去的那些言论啊 叫人家离婚啊 叫人家那个母爱真可怕啊 那些的一路以来的 你被这样子的一个攻击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是我告诉你有三个阶段 说实在刚开始我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没有一本书是认为说 人家会来骂我 我都马上觉得说 哇 母爱真可怕 大家就觉得 你把所有人那个孩子的压力 都写出来了 而且变成标题 你有听他们说话 所以一定很多人会跟我说 你很勇敢 你很棒 但是没想到 我第一天去上节目的时候 那call in就说 怎样 因为我第一本书叫 《爱该有五个情人》 你觉得这样外语还不严重吗 还需要五个吗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被一个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哇 吓一跳 后来就这样一直在讲的时候呢 就发现说 我口条也不行 每次讲到一个观念的时候 就只会让人家误解 没有办法让人家了解 后来咯 大家不是都会有批评 我就发现说 我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回应 就是反正呢 大家就觉得我们 那个唱片圈呢都是 就是不会是正经八百的 都在搞笑而已 所以我就一直笑着 对的就是所有的批评 我都是笑着这样子 让你批评也没关系 就这样子 到第三个阶段我才发现说 其实我第二个阶段真的是 这个过程很棒 为什么 因为它让我 让我不再自以为是 我是第一阶段 就自以为是很棒 这是一个争议感的人 我其实还要特别讲的 就是说键盘的正义达人 其实键盘的 可以是这个在键盘 用手机伸张正义 可是你也可以用手机杀人 你又不知道你哪一句话 是鼓励到人 哪一句话是把他变成 他最后的致命 对不对 在键盘后面就安全了 我们刚刚讲 我们在第一 前线打仗的 遇到那个坏的 你敢伸出手来去帮忙 也有可能我们自己生命 会遭到危险 可是我在键盘后面 我非常安全 我可能匿名 我可能遮住脸 所以我非常安全 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 你的正义感 他就会透过这种方式 去发泄他的正义 然后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 现在没有那么安全 因为人家会提告 但是提告不容易 因为事实上 他很多时候这种提告 第一个除非你真的是 已经具名了 然后提告 但是一般通常 我觉得这种正义魔人 在网络后面霸凌人 他一个根本是因为 他没有被霸凌过 像本人 常德老师 我们这种算是 常常也是 时不时就会网络霸凌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 被网络霸凌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我也会看不爽很多事情 但是我知道 网络这种东西会留下记录 而且他是所有人都看得到 所以你更不应该利用你的这种 所谓的公众的声量 去做这件事 我平常讲 都三不五十看新闻 你也会看谁不爽 看谁不爽 但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可能私下murr一下就算了 可是所谓的正义 网络正义魔人 是因为他没有 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不会在前面被人家骂 他也没被骂过 所以他觉得在后面骂 那是很爽的事情 甚至有时候 我刚刚恶劣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好 我们上一个节目 讲了一段话 我们可能讲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相当有字幕 他就结了一个字幕 然后就马上就po出来说 你看黄毅忠说什么什么什么 问题是 你没有去看前因跟后果 然后当他po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网友多开心吗 这种就是猎屋 抓到了抓到了 黄毅忠说什么 然后下面几十则 甚至几百则留言分享 就不断人都在狂干 而且我分析过 我看那个人的脸书 他如果是一般的事情的评论 那个按赞数跟分享数 几乎都很少 可是一旦抓到一个名人 然后一句话的时候 他的按赞数跟分享数会暴增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享受 他成为新的正义魔人 很可怕 不过我想 当然过度强调正义 本来每个人正义都不一样 所以太强调正义 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那刚才黄老师又讲 其实网路有这种匿名性 所以会更助长我们这些行为 因为我们不用亲身面对被害者 然后同时甚至人家不知道我们是谁 所以他的行为 有时候可能会更倾向大胆 更倾向激进 有时候甚至不知不觉 就逾越法律的界限 因此其实这种网路的嘲讽 羞辱这种全民公省式的 其实我认为是霸凌 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应该要严格立法 甚至要怎么去落实 才能减少这种霸凌 甚至减少这种憾事 这个的一个根本在于暗战术 你知道吗 暗战术就是一个兴奋剂 是 对啊 绝对是 我跟你讲 什么兴奋剂都没有 有对某些人来讲 暗战分享 然后暗战术 那个数字在跳 是很兴奋的 对 真的啊 我们也会啊 我们也会啊 我们也会 我们POIN商照片 如果暗战术高 我们会开心 但是前提是 你的暗战是来自于霸凌别人的暗战 跟你自己的本事的暗战 那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可是我遇到这种霸凌的人 我的处理方式很简单 就是我会分两种 一种是反正一看了就是 就是连照片都没有 就是SURLOW 这个人呢 我就直接封锁他 而且封锁我一定会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就上面写说 我十分钟会给你封锁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 我有封锁你 因为我把这个贴出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提醒一件事情 其实网路霸凌里面 或是说这种网路的正义魔人 其实有一种叫 不要忘了 大家千万不要背他 因为他就过意来 制造一些争端 然后引发大家的情绪 结果他看大家好 跟上了他就走了 然后他在旁边欣赏 所有代替他表达愤怒情绪的文字 结果很多的被骂名的正义魔人 就是他原来要做的 所以最奸诈的是这种调课 国外做过一个社会实验 就一个男的 然后把一只狗玩偶 然后把它弄得很像真狗一样 给它砍破地 头呢套在一个塑胶袋里面 只有狗尾巴漏出来 然后里面有那种狗被打的那种 声响 对 然后就在大街上打他 然后他们就测验 有多少人会过来制止这种行为 结果你猜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然后那个主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制止我 就很多人说 那个是你的狗 你这样打他是你的权利 或者有人会说 你这样打他 应该是他做的什么很坏的事情 帮自己找理由 所以其实旁观者 他第一个他害怕 就像刚才大家讲了 会不会这个风头转到我这边来 第二个他们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他被这样欺负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 所以他们其实里面 很多的drama在里面 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说 今天你只要默许霸凌 明天霸凌就变成早上你 因为这个会像一个瘟疫一样 会让这些霸凌者 就是助长他的气焰 因为没有人制止他 但是你要去制止这个霸凌 其实有一些技巧 你不一定要跟他硬碰硬 例如说小五哥在打小賴 其实我可以过去说 小五哥你不要打他 我还打他就好了 就把他拖到旁边 就给他一个台阶下 不要让他觉得说 你好像挑战我的权威 不是 就说我赞同 假装赞同你的行为 但是我是把他救出来 好 再看看刘律师 刘律师这就是一个 心思比较细密 比较狡猾的一个律师 比较狡猾 对 他讲到意见会比较 要务实一点 刚刚邱医师讲的是一个面向 但是在法律的一个工作者 我们看到很多的事实 今天我可以这样讲 很多除了在外面被霸凌之后 然后上网去po 结果真相一发起出来 一节目的时候 就通通不一样 对的变成错的 错的其实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对 如果我今天看到 表面上被霸凌这个人 根本就是错的 结果我还来帮他 那我是不是在帮一个错的人 是 那到底真相是真的 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 说真的 我今天是说一个旁观者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我们当下去找 有权力来处理的人 在社会上面看到刚刚有打狗的这个状况 我们就打电话就报警 报警 就警察来处理 叫这个人不要走 你也不对他做任何的评价 你不要走 交给公权力来处理 对 那在学校里面就找老师 但老师怕事 但是你找老师 老师不做 老师还是会有他的责任 主任成绩在往上报 对 所以说在这个公司里面 就找主管 主管不做 今天如果主管不理的话 主管他会有他的一个法律承认 所以说很多事情 发生冲突的当下 我们不要急着去做判断 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个伤害不要再扩大 找有权力的人来处理 因为这个有权力的人 他必须去负责 去判断 这个后续的事件该怎么去处理 我们也才不会说 因为公金都变蜀柱 这个就变你要麻烦